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中庸 没有什么不好 哪点都还不错 但是又挑不出太突出的点 这个就是丰田的一贯作风 也是老一辈人选车的一个习惯 但如今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新一代的年轻人 没有什么不好 已经不能满足于他们日益变化的这种需求 年轻人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有人想要颜值 有人想要动力 有人想要不错的操控感 即使是一款主打SUV的车型 也想要更多的乐趣在里面 能办到吗 或许是可以的 其实我不会去定义哪款车更好看 因为审美本身就是因人而异的 两款车的设计可以说各有特点 锐记采用比较新潮的设计 水滴的一种车身造型 流畅的肌肉腰线 以及富有立体层次的尾部设计 总结起来 锐记就是更加的运动 更加的年轻 而荣放明显是设计的更加硬朗的一种风格 巨大的夸张的进气中网 还有多棱角的车身的线条 无时无刻不再向你展示着 充满荷尔蒙的男性的力量感 我觉得可能喜欢荣放的直男会多一些 而锐记的这种精致和运动感应该是男女通吃的 你觉得呢 好 我们直接了当的开起来开始说 毕竟呢 车是用来驾驶的 对吧 荣放的一个2.0升自然吸气的发动机 171匹的最大马力 作为自然吸气发动机呢 这个调校肯定不算弱了 日常代步没有问题 而且它还有四驱和多种驾驶模式可以选择 但是如果你开着这辆车满载着乘客去出去玩 高速超个车 或者像我这样呢 在山路 想要超个车的话 油门到底 带来的呢 不过就是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的增加 模拟的CVT的一个降挡 而且呢 伴随而来的啊 并不是明显的推背感 而是仿佛看淡一切的这种动力 这个动力啊 日常代步肯定是够了 但是你谈乐趣吗 没有什么乐趣 我觉得这辆车其实也不需要什么驾驶乐趣 其实啊动力就像存款 可以平时不用 但是呢不能没有 难道你要超车之前呢 还要去借一个蚂蚁借位吗 我觉得其实像这种双向的道路啊 它是经常会有慢车或者大货车的 那超车呢 其实是越快的超过去 然后并回到你自己的车道 这样越安全 整个过程呢 越短 你的动力储备越足 你也会更果断 那锐记呢 不光有这个ECOBOOST的一个2.0T的发动机 同时呢 加上8AT的一个变速器 它有248匹的最大马力 还有将近400牛米的最大扭矩 更重要的是啊 它在2500转的时候呢 就可以爆发出它的最大扭矩了 要知道啊 容放这个转速要一直拉升到4400转 所以呢 这个过程是比较缓慢的 但是锐记呢 就会非常的快 更不用说它还有拨片换挡 可以让你更果断的 完成一个降挡超车的动作 当然啊 动力只是一方面 并线和超车呢 离不开整车的这种驾驶的操控感 锐记的铝合金悬挂呢 它重量更轻 而且反应更快 瞬间就可以完成一个车身姿态的调整 开着这样底盘的车呢 你会发现啊 你可以从容的应对路面的情况之后呢 还能多一些的空间 去享受到更多的一个驾驶乐趣 当然啊 每一次转弯 每一次这超车呢 你就不仅仅再是够用就行了 当然如果对于想要四驱 想要这种经济性兼得的朋友呢 它还有这种AWD的可分离智能四驱系统 同时呢 它还提供了五种的驾驶模式 来满足不同人的驾驶需求 当然啊 都买SUV了 肯定不能全为了自己开着爽 家人的体验呢 也很重要 客观的说啊 两款车都有着不错的安全性 荣放呢 基于丰田的TNGA架构 加TSS2.0的一个主动安全的配置 无论是自动跟车还是主动刹车这类功能呢 作为一款日系车 它的整体表现已经相当不错了 而全世界呢 你知道在碰撞安全 以及安全的测试方面 最严格的是哪个国家吗 是美国 那美国的公路管理协会呢 这个第三方的机构啊 可以说它在碰撞等等这一系列的检测中呢 让很多的车企闻风伤感 作为一款美系车呢 锐技从设计初中就先得过得了这关 对吧 之前的碰撞成绩呢 全是优 怎么实现的呢 从被动安全方面啊 它用了1700Mbps的一个冷脆马尸体缸 还有大量的棚缸材料来保证安全 那主动安全方面呢 像它有Copelet的一个360的制行驾驶辅助系统 还有像疲劳提醒的功能 那这些呢 都是比这辆车贵了1万块钱的那台荣放 都没有的一些主动安全配置 另外呢 像AAR的新风系统 也是可以保证你车内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健康的空气环境 其实全家用车嘛 好不好用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辆车呢 你看它中间有一个大屏幕 它有360度的倒车影像 同时呢 带有一件自动泊车 对于驾驶技术或者停车技术不好的家人呢 这一点就非常重要了 比较好上手 然后另外呢 像SYNC家的一个智行信息娱乐系统 也是我用的很多的合资品牌中 反映速度以及使用体验 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 比如说你看它有很多的 这个比如说有在线的地图 然后同时还有爱奇艺 电影票 智慧停车等等的功能 然后呢 它的语音识别也是比较准确的 你好福特 来啦 我想听音乐 此外呢 像福特派的互联呢 也是你可以说服你的家人 去选择这个辆车的一个理由 毕竟啊 有了这么多科技配置的加持呢 那这辆车的综合体验 它是一个质的提升 最后啊 还要说一点我个人的感受啊 因为买SUV呢 可能很多朋友都考虑的是 去自驾游 去长途出行 那么在路上呢 听音乐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验 那这辆锐记啊 有不错的一个静音表现 同时呢 它还有十个喇叭的一个BNO的音响 那这个十个喇叭呢 要比那个荣放上的六个喇叭 整体体验会更加的出色 让你的旅程更加的轻松 惬意 你懂我的意思吧 其实啊 除了刚才说的科技的配置呢 还有一个配置啊 是锐记比较方便的 就是脚踢式的后备箱 那在你带着家人去购物的时候 这个配置可以方便你去取拿很多的物品 其实整体来看啊 两款产品并没有谁好谁不好 那些佛系的用户呢 肯定还是会选择荣放 而想要性能和更多的驾驶乐趣的朋友呢 锐记显然能让你的生活多一些优越感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